注意看 这群恶鬼正在大口大口的吃着狗肉 女鬼大扮的都很严厉 而男鬼清一色的都是洋人睡熟 画面那是要多诡异有多诡异 只是他们肉还没有吃完 就开始收拾东西 把屋子里面拌了那叫一个干干净净 原来这里是一间被鬼霸占的空屋 25年前因为死过人 一直空到了现在 终于有一家三口图鲜 也想要租下居住 不过妈妈黎珍却发现 窗外是一块坟地很不满意 爸爸浪笑去学的自己是个警察 有黄鸡罩着 没有什么大事 女儿灵灵也很喜欢这里 刚来就开心地玩起了皮球 没想到却一不小心撞到了架子 幸好老爸的好友老李发音快 救下了灵灵 这场小意外并没有影响什么 一下三口还是租下了这里 此时的黎珍已经怀孕几个月了 可是还在这里打扫卫生 老肖不但没有想要帮帮忙 还跟女儿说 要是你妈不生个弟弟 我就要跟她离婚 妈妈 你一定要生个弟弟 要不然的话 爸爸他就不要你了 干嘛 混一大悲剧啊 这还不算气人的 老肖还勾搭上了一个有妇之夫 天天开着车去荒郊野外 谈几个衣的项目 别说倒也挺会省钱的 一日立真去做产检 发现怀的真是一个男孩 马上高兴地把这个消息告诉我老肖 可是刚到家正在上楼的时候 看到前面似乎站了一个模糊的人影 于是摘掉眼睛擦了擦 带回去再一看 竟然是一只女鬼 吓得立真直接摔了下去屁股着地 连续划了好几层楼 导致当场小禅 老肖得知后连忙赶到了医院 不过他并不是来照顾人的 反而是来骂人的 此时之后老肖就更不怎么回家了 天天跟小三鬼混在一起 而立真在出院后 还是天天在家里面做家庭主妇 有一日他正在孕衣服的时候 突然听到了厨房有声音 于是就想上去瞅瞅 没想到推门一看 推他下楼的那只女鬼正在为儿子吃生鱼 立真吓得赶快逃跑 还不忘抱着女儿 没想到走到半路遇到了邻居 还问他 你抱的小孩是谁呀 立真一看才发现 自己抱的竟然是那个女鬼的儿子 吓得他连忙把这个鬼娃扔给了邻居 自己又跑回了家找到了玲玲 不过也没有什么用 因为这就是女鬼要引他回来 等到老肖浪完回家后 发现老婆女儿都已经睡了 可是他刚躺上床 也听到了厨房有动静 老肖以为是家里进的贼 于是拿着枪就跑到了厨房 只是脆妹一看 里面根本就没有人 刚准备回去睡觉 却在客厅看到老婆在这晃荡 回屋一看 老婆正在床上熟睡 摇也摇不清 你说奇不奇怪 到了第二天 立真把家里面的家具 重新摆设了一遍 还买了新的灯摆剑与鲜花 而且也不戴眼镜了 做了一份牛排给老肖吃 吃完之后老肖回房 却看到立真又戴上了眼镜 正在收拾衣服 而玲玲也出了问题 学校有一个小胖子 自称骷髅王 天天欺负同学 没想到准备欺负玲玲的时候 玲玲的脸突然变成了灰色 还长出了獠牙 一路追着小胖子打 把他打得是鼻青脸肿 老师得之后 把老肖叫到了学校 好一顿的批评教育 与此同时 没戴眼镜的黎真来到菜市场 主动勾引起了猪肉牢 还把他喊到了货车上 要在猪肉中进行大战 不过更震到一半 黎真竟然变成了满身时髦的怪物 又是咬又是抓 叫了猪肉牢的命 到了晚上 老肖带着牢里回家吃饭 没想到却听到老婆与女儿诡异的谈话 我们明天带到码头去等他好不好 他会不会打仗死了 不会的 我知道他还没有死呢 这十房灯突然自己关上了 低身也恢复了正常 还戴上了眼镜 林林也跑了过来 问了一输出药礼物 老肖与老李这是已经觉得不对了 去厨房热饭的时候 还看到了对面的邻居正在烧纸前 都停地对着他们指指点点 老肖低头一看 原来是床单下面挂着一只死猫 这下他们终于确定 家里肯定有不干净的东西了 于是他们找到了警队中的 驱魔警察回角的师徒 据说他们学的是毛山术 解决了很多灵异事件 师徒俩到了家中一看 就发觉了不对 再一问老肖搬进来的 时辰与夫妻俩的生肖 经过推算之后说 你老婆搬进来不久 就应该死于意外了 那我老婆就是鬼了 你老婆有没有怀孕呢 有 她本来怀了孕的 后来不小心从楼梯 掉下来就小产了 那就恭喜你了 这个胎替你挡了 这只是第一关 鬼教德说 这栋房子还要在此三条 人命恶鬼才会罢休 不过也不是没有办法 今晚11点 你找一只会飞的毛来 就有机会破解 而这时的黎珍 正在酒吧里面勾引黑人 还带到了公园里面准备战斗 又是战斗到了一半 她再次变身 成为了毛毛怪抓死的那个黑人 等黎珍回家的时候 看到老肖正在打麻将 鬼教德一看表时间正好 于是就给黎珍讲 25年前这里发生命案的详细经过 黎珍也是听入迷了 连被戴上个手铐都没有察觉 因为现在的黎珍 已经被女鬼上身了 正在回忆自己当年跳楼殉情的那一幕 等到回忆完之后 才发现自己已经被手铐靠在了窗户上 老肖也拿出了一盆黑狗鞋 准备抛过去 不撑翔 女鬼拽断了铁窗 打翻了狗鞋 幸好徒弟用头把狗鞋又撞了回去 破了女鬼一身 鬼教德也开始作罚 搞了半天终于压制住了女鬼 只是没消停一会儿 小鬼又上了灵灵的身 重来一下就撞到了师徒俩 之后还用书架把他们从窗户赶了出去 女鬼也趁机挥霍正常 一脚就把老李踹出了大门 现在屋内只剩下了老肖一人 两只鬼也在步步紧逼 这时 那只会飞的猫终于派上了庸 猫头用直接冲出了笼子 对着他们就飞了出来 终于吓跑了两只恶鬼 一阵雨淋淋也恢复了正常 现在家里面是不能住了 老肖带着老婆女儿住进了酒店 经过此事后 老肖也意识到了谁才是自己最在乎的人 我知道我以前很对不起你 以后我会好好地带你 等到老婆女儿睡着后 老肖找到了小三说要分手 不过这个小三用情极深 说什么都不愿意分手 正在他追老肖的时候 丽贞突然出现在了这里 你是他老婆 如果你不听我的话 那我可就要翻脸了 没想到来的还是那只女鬼 他说着是要翻脸 其实是用手抓画了自己的脸 直接把小三吓得晕了过去 到了第二天 警察发现了那个黑人的尸体 老肖在尸体上找到了几根奇怪的毛 准备拿回去化验 完事之后他回到了酒店 不过开门一看 却发现屋内满是恶鬼 还要逼着他吃狗肉 突然老肖从梦中惊醒 原来刚刚那只是一场噩梦 只有丽贞一人坐在床边 不过这时 丽贞突然从枕头下拔出了一把刀 直接捅在了老肖身上 之后老肖再次被惊醒 原来这就是传说中的梦中梦 他刚准备下床倒杯水喝 却从镜子里面发现 自己满身都是伤痕 吓得他连忙逃出了酒店 在半路还遇上了一个奇怪的印度法师 法师看了看老肖的伤口 就把他带了回去进行治疗 之后法师还告诉老肖 在二十多年前 有一个外国军官来香港度假的时候 在湾仔的酒吧认识了一个 叫做露西的女孩 二人一见钟情就在一起了 而且露西还怀上了孕 不过军官是存心玩弄 假期结束后就离开了香港 这几年他得上了怪病全身都不能动 更是常常会梦到那个露西 于是才拖这个印度大师来香港解决此事 来到香港之后大师发现 老肖住的房子 正是之前露西住的那栋 为了搞清楚事情的真相 大师带着老肖来到了酒吧 老九宝听完来以后 还拿出了一封信 说是露西留给那个军官的 心里面的内容也很简单 就是告诉那个军官 我现在不爱你了 而且你还有个六岁的儿子 我会叫他亲手杀死你 我跟我儿子死那天 就是你的生日 也就是九月十九 大师 我也是这天生日 怎么这么巧啊 那他会不会找你做替身呢 酒保还说 自从露西死后就没人再见过他儿子了 而且露西也不是因为跳楼死的 还是摔下去之后 被狗咬死的 怪不得他会有一身奇怪的毛 原来他不但是一只女鬼 还是一只中了狂犬病的女鬼 大师听完之后 先是跑到了坟场找到露西的坟墓 之后又来到老肖的家中 从墙里面挖出了一个小孩的尸骨 大师知道这应该就是露西的儿子 所以立刻拿出法器刺在了尸骨上 女鬼一看当然知道发生了什么 于是立刻带着儿子回到了家中 没想到刚戳开墙面 里面就出现了一个手铐靠住了他的手 之后还不停地放电垫晕了女鬼 老肖立刻按照法师的吩咐 拿出小刀割伤了女鬼的腿 收集了一盆绿色的血液 然后赶到坟地 把他迫在了露西尸骨身上 就这样把女鬼赶出了立真的体外 而此刻的法师 在老肖家楼外升起了一个货柜 正好对准了他们家的窗户 原来里面放的正是女鬼儿子的尸骨 只要用它就可以把女鬼引到货柜当中 而这里面早就准备好了天罗地王 首先几只大象喷出了许多冷气 把女鬼冻成了冰块 还没等女鬼挣脱出来 墙面又喷出了很多火焰 想要把女鬼活活烧死 没想到这个女鬼竟然这么厉害 她还是冲出了货柜 一把就抓住了玲玲 刚赶快的老肖也看到了这一幕 她赶快抓住了玲玲 不过力量没有女鬼大 还是被一把推飞 幸好这时的看到那把法器 用它直接刺在了女鬼头上 终于把女鬼赶回货柜 法师启动了爆炸程序 将货柜炸了一个粉粉碎 随后女鬼化作了火球 直接冲回了自己的墓地 连同尸骨再次发生爆炸 看来这次终于将它消灭了 故事到这就结束了 本片是猛鬼出龙的第二部厌鬼发狂 同样也是麦当雄兼制 所以尺度非常大 可以称得上是邪恋鬼片了 本片把一个平平无奇鬼爪提升的故事 拍的是那么的惊险刺激 就是现在我半夜去看 也会觉得有一些背后发凉 就是这样 本片也已经是删减版了 去掉了很多黄暴的画面 可想而知原片是有多疯狂 不过本片的人设有一些问题 老肖本来就是渣男 老婆怀孕他出去找小三 不生男孩就打算离婚 就是老婆小产才骂人家神经病 所以女鬼拿着做提升 本来是理所应当 可是拍到一半老肖突然转性 要回归家庭 还出现了一堆大师要救他 更有趣的是 毛山术不行 就又来了一个印度大师 还搞出了高科技抓鬼冰火九重天 还有就是小三的扮演者 竟然是鬼后王小凤 我本以为他会有更多的气氛 起码来出鬼上身吧 没想到就是一个平平无奇的小三 这种感觉就好像是 圣灵阵营演了一部鬼片 结果没去抓鬼 反而被鬼吓跑了一样 女主框梅宝也很惊艳 戴着眼睛就是家庭主妇 去掉眼睛就是眉燕烧妇 穿上毛衣还可以演恶鬼 简直就是无超所值 好了本期就到这里 如果觉得小弟讲台可以就请长按点赞 关注一下哪是更好 谢谢收看正说电影我们有缘再见